一旦轻轻一点 继续叫最左侧的这颗风球 左侧的地址 7 一旦车衣裤 走上就是职业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轨道 一种思路一种套路 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平行训练 开的不是很好 和红球棍材待在了一起 一会再想办法解决吧 需要一旦转动 运气还不错 运气会对母球撞击 其他的彩球以后所停的位置的控制这一块特别有它足道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运气撞击以后 母球正好停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打黑球的 其实这是很难控制的 但是就一叮紧回来 而且这种很少有一面 看不出啊 因为对难度太高了 好球 24 我机会不是很忙碍 还是气候很好 能拿入了自己的轨道 这个失误有点不应该 这个粉球没打进去相当于 所谓职业选手来说 相当于足足运动员点球没踢进去 不应该有个失误 现在红德力能不能把握到这次机会 大家红德力面前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右侧 连在一起那两个工作 嗯 嗯 老有 看来 对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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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实践选手我们开始撕网 稍微有难的都留到最后 先打简单的去抢分 那两颗对难的肯定不动 然后现在去打黑球下边的最多 但是相信红州里的老牌的那两颗球一直是什么样的 对 你像这个黑球下边的这颗红球是无论那两颗红球以外第二难比 所以它留在高速第二来打 推出一个合适的角度 轻轻 这样的话那两颗红球可以开 思路非常直颖 很合理 可能这些就效果 OK 46 好球 下来来一个已经有18比3号 58比3号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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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难题全都解决 孙德利在第2局比赛当中41比32扳回了一局 双方的总比分占成了1比1 在两个人谁也不想输的这场较量当中再次回到了同一期保险上 倒逼路子随手 我们要看双方决胜局第三局的较量 DTV杯世界苏诺克北京邮请赛大幕将起 孙德利 傅家俊 丁俊辉 马奎尔 八位顶尖高手将云集北京除露DTV杯 火热7月 北京电视台万人奉剑世界苏诺克顶级盛宴